复制连结Eaturday新闻云手机版Eaturday星光云App 新闻订阅粉丝团Eaturday星光云Eaturday看电影韩星 爆爆歌手2019爆吴清风大战艾维尔 黄牛卖录影门票点E5人名单意外曝光录纵 歌手2019传出将在2019年1月4日开录 网络率先传出演出阵容 包括吴清风接棒张韶涵担任串奖人 还有拍电影拍出高票房的刘若英等 加上踢馆 5位歌手共15位歌手 其中第一场排队赛歌单跟着曝光 赫然出现加拿大歌手艾维尔Avril Lavigne的名字 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歌手2019爆艾维尔出展 图翻设自微博歌手2019即将开录 录网报艾维尔出展 图翻设自微博数个八卦微博 转发黄牛卖票讯息 天文列出歌手名单 由吴清风担任串奖人 接着是刘欢 图鸿刚 何杰 许志安 刘若英 陈楚生 叶倩文 后面6位歌手揭示这几日刚签约 且踢馆歌手是Henry刘宪华 薛凯奇 毛不易 汪苏龙 5位歌手是王兴玲 王力宏 薛之谦和蔡建雅 继歌手2018找来英国天后Jesse J.杰西 J.近日传出2019年也会在找国际级大咖 名单中出现艾维尔令众人眼睛一亮 其实早有网友注意到 吴清风的IG关注了艾维尔 加上节目单位在招商会中透露邀请 他的IG也主动关注了前一届冠军Jesse J.现身节目的几率升高 歌手从2013年我是歌手开始制播 连续6年都缔造节目话题 让不少歌手一举翻红 歌手2018更邀请到英国歌手Jesse J.打开国际知名度 该节目最新2019年演出阵容备受关注 16日有网友率先爆出名单 更有人解码猜出林俊杰掀起热烈讨论 娱乐博主卫视博和小胜发文歌手2019首发阵容 嗨! LS LH M LJJ NI ZLY 大家来解码 短短一行字吸引众多网友狂猜 其中LH被联想到陆寒 LJJ更被多人猜测是林俊杰 还有人直接猜所有歌手刘欢 纳音 林俊杰 张亮颖 黄音 毛不易 柳盛 林俊杰凭创作才华和歌喉走红两岸三的 更是二届金曲歌王 经常在各类型综艺节目演出 日前在梦想的声音演唱 演喜攻略歌曲选落下的声音轰动网路 他持续在各城市都有巡演 繁忙行程是否参加歌手2019令人好奇 此外 也有人猜M歌手是外国人 加上对日本影视出现松绑态度 网友推测新一季的名单中会出现首位日本歌手 每年的一月份 湖南卫视都会播出他们的王牌综艺 我是歌手 而距离上线的时间也只有两个月了 近段时间就在网络上 不慎流传出了一份2019年歌手的首发名单 其中字母ZLY LJJ这些字母组合 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了张亮颖和林俊杰 但随后有媒体联系湖南卫视 得到最新的消息 他们说最新一季歌手的人选 还在保密阶段 目前还没有公开人选 就在这几天的时候 在网络上有个娱乐博主表示 2019年歌手的首发阵容分别是 Hi LS LH M LJJ 9 ZLY 并且邀请大家来解密 不少的网友说 这些字母分别代表的是黄英 柳盛 柳欢 毛不义 林俊杰 纳英和张亮颖 但根据业内的人士分析 网友们的猜测过于理所当然了 根据了解 歌手开播以来 这么多年 每一次都邀请黄英 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现身 从近几年来歌手播出的成功经验看来 节目中都出现了不少非华裔歌手的身影 而且这些华裔歌手唱功都非常的好 就比如说迪马西 但从2018年歌手的首发阵容中来看 也许首发阵容的歌手都并非是当红的歌手 所以2019年歌手的首发名单也可能会挖掘一些 并非大家熟知的 但非常有实力 并且演唱水准